可以多 我這個 好 那我們今天有蠻多夥伴來幫忙來貢獻的 那其中一個就是我們蒐集了不少意見 那大家如果還是有興趣的話 還是可以上這個 這個共筆 來放上這個意見 其實你也可以把這邊當抱怨的區域啦 就是身為各自外泄的受害者 那感謝ChartGPT的幫助 因為ChartGPT的翻譯真的是蠻不錯的 所以很多不同語言 就可以直接很輕鬆的翻譯成中文 就是中英文可以對照翻 那待會我會給大家這個問卷 那我們先看其他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呢 是我們有一些夥伴有想到就是 要放什麼樣的名跟圖 可以怎麼樣寫之類的 像比如說很多長輩他們都很擔心說 會不會領六千塊的時候 把你的個人資料都洩漏出去 其實也不用擔心 因為早就已經外洩出去囉 那我們另外一個部分是有夥伴 他做出了一個簡單的Mockup 那這個Mockup他是來參考有點像是那種 骸客人物那種感覺 那就是有紅藥丸和藍藥丸 那現在做完一半 那還會再繼續做 那這個是Dextop版的 這個是Mobile版的 就是手機版和這個版 那所以如果有前端工程師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好像有我記得有夥伴 是前端工程師 但是他在其他專案 那應該會再回來吧 之類的 大家都很多坑 那大概是圖文部分 好 那另外一個是 我把剛才還沒有講完全的那個 等一下喔 好這個是我們剛才 因為前面提案的時候只有三分鐘 所以我們有把今天的工作內容講清楚 那如果 有夥伴今天還是有興趣的話 還是可以回來 來 這邊是我們的 呃 如果想要參與那個 有任何法律專業的夥伴 可以來給我們建議 因為我們昨天其實有收到那個 互證機關的回覆了 就在昨天傍晚的時候 對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到Piracy頻道 或是直接來問我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呃 對 我們剛剛講的frontend developer 好 然後一樣做圖的部分 那 呃 短影音 我不知道 這邊應該還是有人 可能會拍吧 或會做之類的 那還有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給長輩來去分享的 呃訊息 就是你可以傳到LINE啊 或者是 嗯 臉書上面 或是可以給他們PO到 呃社團裡面的 那你都可以來幫忙 想一下怎麼寫 可能不知道 一百 一百五十個字以內就可以了 就是很簡單 那 另外一個就是 像我剛剛強調的 就是把 你的想法 通通 放到共筆裡面 那這個共筆 我待會會再放到general 我頻道 還有 也可以加進privacy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或idea的話 好 應該是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 如果你有相關資源的話 如果你認識什麼很厲害的人 或NGO之類的話 你可以幫我們串接上去的話 那就是 串接上去 那我們也希望之後 我們的那些資料啊 還有任何宣導的圖文 等等的內容 我們之後可以請NGO 就是有到法院登記的那種NGO 那他們可以發公文 發到所有的村里長的辦公室 那或者是跟長者相關的一些協會 因為這一些公文 通常他們會比較願意來去處理 因為有一種正式的感覺吧 那就是 可以比較高的機會 有更多的曝光度 好 那麼 時間 還有一些 那如果大家 等一下 不是這個 好 就像剛剛講的 一分鐘 那 就要把它縮小 縮小 縮小 好 那這個呢 就是如果你很懶得 打開你的HackMD 上去貢獻的話 你也可以 填這一個 呃 就是這個問卷 來去 反應你的想法或意見 那目前已經有 十一位中華民國的 國籍的夥伴 填上去了 那 如果 你想要在上面表達你的想法 我們之後都會把它變成 提案 呃 那叫什麼 連署提案 對 就你的連署提案 的內容裡面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收集多一點大家的意見 那 你可以上去抱怨 或是說 講你希望未來的理想中的戶籍系統 應該要是什麼樣的模樣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不希望 換完身分證字號之後 又再碰到一次外洩 這樣子 要更改很多次 很不方便 那所以大家就是 可以幫忙填一下 謝謝大家 好 好 謝謝 然後再來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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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